一定的温度 一定的水量 一定的茶量 就如同人与人之间要给予一定的空间 人生通常你习惯都是忙碌 那有这样的一个短短两个小时的一个姻缘 可以让我们静下来好好品尝这个茶的不一样 此季圣古爱满地联络处 禁思茶道体验课 15位学员的第一感受宁静 优雅 洗茶过程从茶具的认识到泡茶 品茶 培养耐心 享受静心 我这里还蛮冲动的 不过需要茶道可以静下来的机会 似乎多了一点 然后小朋友回家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茶来跟他们分享 心灵宁静就能体会各种之美 若能延伸于日常 能实施祥和 大爱新闻知识美职工刘贵英 财松鼓 叶敬宏美国报道